今天AT各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中国移动941 在国策及科技发展下 中资电讯股成为现时波动市当中 业务及每股牌息前景能见度较高的收息股 加上美国有望在2024年内开始减息 进一步增加中资电讯股的长线收息吸引力 截至2024年1月底 中移动累计5G套餐客户接近719,000万户 占他们客户总数大约79.6% 升展早前发表报告说到 中移动拥有最大的5G用户群 在营运商中占比超过50% 汇丰环球研究就相信 中移动在5G相关资本开支下降的前提下 可调配更多资源 较到较新的DICT 即是数据信息通讯技术业务上 其中一个投资范围是政府和企业的人工智能网络算力 汇丰指出中移动在去年第三季的DICT业务相对第一、二季仍然持续上升 可见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需求仍然庞大 卷商普遍预计中国移动的APRO可以保持增长到2025年 投资者不妨等到65元买入第一柱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62元可以加住 初步看卷商平均目标价附近大约82元水平 或作为长线持有大跌穿2023年1月中至2月中的整固区 支持水平56元就适宜止洩